全聚德史话里这样写的 蘸白糖吃法 据说是由大宅门里的太太小姐们兴起的 她们既不可吃葱也不可吃蒜 且喜欢将那又酥又脆的鸭皮 蘸了细细的白糖来吃 此后全聚德跑糖的 一见到女客来了 便必然跟着烤鸭上了一小碟白糖 按照书里的说法 我增加了黄瓜条 萝卜条 蒜泥 白糖 小姜菜 强调烤鸭的三种吃法 第一种吃法 用鸭皮蘸白糖 多少种芳香物质冲击而来 这是最迷人上瘾 幸福快乐的体验 第二种吃法 荷叶饼卷葱 就甜面酱加烤鸭 第三种吃法 芝麻烧饼加蒜泥甜面酱和鸭肉 后来这三种吃法 成了全国卡牙的标准